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看养生节目 我是Peter 糖尿病高发 患者是因为胰臟功能丧失或者退化 导致胰島素分泌不足或者功能不良 引起血糖上升 虽然糖尿病是不能完全康復的 但可以透过适当治疗和良好的生活形态来延迟 和避免其他病发症发生 如果身体有以下四个症状就一定要警惕 身体有四个症状一定要警惕 1. 多食 我们身体主要是通过饮食来摄取能量 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胰島素缺乏 和功能性障碍 使得身体不能够利用葡萄糖 以至不能够取得充足的能量 于是身体想要维持正常的运作 只能够刺激摄取食物中书神经 来产生饥饿感 所以比正常进食量 便会明显增加 2. 多饮 3. 多饮 糖尿病患者血糖高 患者尿病患者症阳性 会刺激身体大量排尿 于是便会有明显的排尿量增加的现象 4. 体重减少 虽然在日常进食量增加了 但是体重就反而逐渐减轻 因为患者不能正常吸收 和利用食物里面的葡萄糖 而令到体内的细胞 没有充足养分 只能通过消耗脂肪提供能量 除此之外 糖尿病患者 还会有皮肤痕氧 视力模糊等症状 如果我们发现有不正常 便要及时检查就医 糖尿病患饮食摄取原则 1. 均匀摄取各类食物 根据台湾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的餐盘搜查 为了符合健康需求 将食物营养成分分成六大类 全谷杂粮类 豆鱼蛋肉类 乳品类 蔬菜类 水果类 油脂类 兼果种类 糖尿病患者不是不能吃 是要正确地吃 是要以均衡饮食为基础 2. 尽量避免精致糖类 或加糖食物 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 应该学习糖类计算的技巧 要定时定量摄取固定的糖量 高签 和适量的油脂 来控制血糖 和维持健康 糖类总量 是主要影响血糖的因素 吃过量精致糖类 或者是加糖食物 都会容易令到血糖上升 大部分的甜食 大部分的甜食 是含有大量油脂的 吃得太多是会影响体重的 3. 选择高签多氧化食物 可以增加饱足感 和预防便秘 减低糖类的吸收 全菊类包括烟物 草米、二人等 未加工的干豆类 比如绿豆、红豆等 可以取代精致煮食白饭 白面条 也可以加入低油 或者没有油蔬菜 或者是用新鲜水果 来取代果汁 以此来增加善食纤维的摄取 但是仍然需要留意份量 4. 选择低脂食物 采用优质植物油烹调 选择一些低脂食物 如低脂奶、脱脂奶、瘦肉、鱼肉等 烹饪的时候 亦可以配搭优质植物油 如葵花油、橄榄油、苦茶油等 采取低温略为炒一炒和油罐等 建议采用低油的方式 例如水煮、清蒸、清燉、烧、烤、酵、涼罐等 5. 尽量避免喝酒或者适量喝酒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喝酒 如果不能够避免的话 就应该适量去喝 男性每一天不能超过两个酒精当量 女性每一天不能超过一个酒精当量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和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